全澳多个社福机构的领导人 在一封致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公开信中署名 呼吁政府在5月的预算案中 增加提高巡工者津贴 上周国库部长吉姆·常穆斯 才以可能推高通货膨胀为由 拒绝增加巡工者津贴 然而 这封致总理的公开信 却得到了300多名政客 学者 和商界领袖的签名支持 其中还包括4名工党的后座议员 去年11月成立的经济包容咨询委员会 负责在每个联邦预算案出台前 独立向政府提供建议 在委员会于4月18号提出的 37项建议中 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将巡工者津贴 从目前的每两周693.1澳元 提高至957.6澳元 也就是从每天的49.5澳元 提高至每天68.4澳元 这项建议将使联邦政府 在四年内花费240亿澳元 鉴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 有超过42万的职位空缺 反对党也罕见地 和工党政府站在了一起 尽管巡工者津贴的目的 在于帮助失业者重回职场 然而高涨的生活成本压力 已让受助人疲于应付 更别说找工作了 我们是人们在吉他的命运 在口人生活在不怎么ead 请联系方式的通过ار内 再当吃幕后又自动 不好 emergency 如果在富有群没问题 成为许业炳被运 民谈前置信价 而不是他们会在夕责活系 人们所说的 面對不斷加劇的生活成本危機 國庫部長表示 將出台負責任的經濟支持計劃 而對增加尋供者津貼的訴求 並未給予肯定答覆 詞曲 李宗盛